针对国防部最新公布要放宽这个体格的限制 男性身高152公分 以及我们的这个BMI的指标要来做相关的调整 也能报名自愿意 我们认为国防部应该说明这一次这个指标修改的理由跟相关的评估 是不是有依照科学的论据 还有这个相关的数字来去做整体的规划 另一方面有没有配合我们现在国防战略的部署跟兵种的需求 来去做相关的一个规划 我们知道国防部107年的时候就将男性自愿意的士兵身高 由152公分调整为158公分 那女性的部分因为部队严整性的考量之下 同步从150公分调整为155公分 那当年的说法是要落实战备演训的需求 以符合质量并重的目标 但是在短短不到五年 现在又来做相关的一个调整 调回152公分 我想国防部必须对外来去说明调整的原因 是有任何的科学依据或是战备的需求 自愿意的兵源不足的原因 其实除了少子女化是一个大的架构背景之外 最重要还是军中的薪资跟休假的问题 关键的因素还是军中的管理跟官僚文化 这个长期的一个影响 而造成这个自愿意招募困难的一个问题 我想如何要去改正这个军中的一个改革 还有提升国人来去参与国军的一个意愿 还有强化国军的一个荣誉感 这个是国防部必须审慎面对 并且对外说明的